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9月6号下午的4点04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粤秀区的伊德路 对于广州伊德路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 因为广州有一个地铁站就叫做伊德路 不过伊德路的话在过去就十分有名了 因为曾经的连管总督署啊 就是在伊德路这里 所以就使得伊德路民生大造 不过现在的伊德路啊 已经变成了广州很多一些批发市场的聚集地 就说这一段吧 变成了广州的玩具 或者是工艺品一条街了 看前方 就是广州的得宝交易市场 交易广场 这里面的话都是各种的工艺品吧 前方那里就是广州的玩具市场 很大型的 除此之外在这里 还有很多一些什么包装的 什么胶带之类的一些批发市场 看到没 都是各种的工艺 在下方那一段 就变成了广州的海外一条街了 这家就是零食跟海味 不仅这一边吧 那一边可以看到 同样是有着各种店 什么零食店海味店 都差不多的 月饼 因为快到冬秋节了 看到没有 不过这个一边路 有一个很有名的经典 就是前方这个了 叫做十四圣星大教堂 它被誉为是广州版的圣母院 好美啊 这栋建筑的话好有历史了 好像有三千年历史的吧 还能保存的这么好 所以说这栋建筑的话 也算是见证了广州城的发展与变迁啊 还有就是这两旁的棋楼啊 跟广州很多地方的棋楼都有点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这边的棋楼更具有一些欧式风格 现在下雨了 又加上这个暑假结束了 就使得这个拍照的人了 没那么多 暑假的时候啊 我来这里 很多人的 都是人山人海的 里面的话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免费参观 不过也要看时间段吧 好了不看了 我们继续来逛一下这个易德路 易德路交易市场 这里面好像是卖零食的 据我了解 这里好像是广州最大的一个零食批发市场 如果喜欢吃零食的 来广州旅游的时候 这个市场不要错过了 在这一边就是各种的海味 这家就是干果的 各种的水果脆 我现在闻到海鲜味了 应该快到广州的海味一头街了 这边都还不是海味 都是各种的零食 红枣 现在算是来到海味了 看各种的鱼缸 那边也是 海味中和批发市场 这是一些零食 这又是一些零食 天国 天国 我们可以看到 这路上啊 还挺多人的 看到没 都是各种的鱼缸 我感觉 我感觉 逛这种街道啊 西方有意思 因为你可以看到 很多不一样的各行各业 你逛步行街还要有意思 因为不行街看到的东西都太单调了 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很多类目 九节虾 一百五十五一斤 这么贵的吗 不是新鲜都这么贵 这一条一刀路的话还挺长的 不过也不是长一条一刀路 都是卖海鲜的 也不是全部卖各种的玩具 或者是干嘛的 这一段就全部是卖各种的海味的 小虾米 这有好大的海鲜味啊 这种进入了海鲜市场 十二头鲍鱼 一千二一斤 我的天哪 这么贵 大明虾 八十五一斤 鱿鱼缸 猴头骨 猴头骨 这些店的话 它开到傍晚的六点钟了 就全部打烊了 在前方那里的话也是一刀路 不过也不全是驻海鲜的 反正就是这条路 主要就是以海味为主吧 这里是广州最大的一个海味批发集散地了 好了 容易西场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看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在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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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